在日本进口的生鲜浓鱼产品验出了辐射污染物之后 最近又有一批日本进口的乌龙面 它的外包装被验出了有点131、色134还有色137的残留 不过卫生署方面强调 现在验出来的这个辐射量是非常低的 目前并没有安全疑虑 又有食品被验出辐射残留 不过这一次是乌龙面的外包装 这批乌龙面的外包装被验出了 包括点131、色134以及色137的残留 残留量分别是每公斤14.8、16.7以及18.9倍克 不过卫生署表示 这样的残留量非常的低 民众不用担心 就告诉人民我们每天喝的水都超过这个辐射量 是 我们一直在讲 我们都说合格 只要用清水冲洗外包装就可以减少吃下肚的机会 但毒物专家也提醒 随着辐射成扩散 外包装上造成的污染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高危险群要特别小心 特别是小朋友小baby 还有怀孕的妇女 还有哺乳的妇女 这种高危险群的话 最好能使用 从日本进口的一些使用的一些器物的话 它外包装最好也能够加以清洗 然后再裁风 降低摄入放射性核种的几率 而食品药物管理局也会24小时全面监控 针对机场以及港口的进口食品来把关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